请我们翻开圣经第52页 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 一个多月以前 我和我们教会一个传道人去拜访 去探访一个家庭 那个是一对有新生儿的夫妻 那天我去的时候是抱着非常沉重的心情 去看望那个家庭 因为他们所生的女儿 那个时候还没有满月 是一个有先天性的疾病 而且他所得的这一个病 目前全世界的病例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判断怎么医疗 也不知道育后的情况怎么样 准确来说就是医学界现在没有办法确定 要如何医治这样的疾病 而且育后的情形也完全不能预估 因为不知道怎么治疗 当然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当然就不知道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转变 那天我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去 我们已经知道大概的情形 那个传道已经看过了 而且他为了要让我比较了解 比较不要惊慌 他跟我描述那个婴孩的样子 那我就去了 去了 可是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我的心充满了对神的敬畏跟感恩 因为我当天所看到的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无论是基督徒 那个孩子爸爸妈妈是基督徒 在我们教会聚会 早上我还看到他 在清西堂 因为清西堂每一周有一次 为小孩子特别祷告 所以把小孩子通通叫上来 那个妈妈也上来了 就抱着那个孩子上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 这个家庭他的父母是基督徒 可是他的祖父母 还有他的很多的家人 是还没有信耶稣的 可是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来到 都充满了欢喜 即便这个孩子身上有这么奇特的疾病 他们充满了欢喜 他们很感谢 他们甚至感谢上帝让他们有这个孩子 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孩子身体的状况 而对这个孩子有任何的不喜欢 或者对神有任何一点点的抱怨的心 我在想 如果这个孩子是我们的孩子 是你的孩子 你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走的时候我充满了感恩 可是那个孩子到底长得怎么样呢 他的外观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到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们聊天聊天聊天 那个孩子在睡觉 然后最后我就说 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 他们当然知道 我是知道那个孩子有问题的 他们说好啊 我就把他叫醒看看 就把孩子叫醒了 叫醒把他抱出来 那个孩子这么小吗 因为还没满月吗 他的脸 这一半右边是正常的 完全正常 如果你是看这一半 如果你看你把这边遮起来 这半完全正常的 这一半有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脸一半有很大的问题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他的头发这边很奇怪 头发后面整个后脑勺很奇怪 他因为脑 左脑后面有一个小流 他的耳朵的听力不好 他的眼睛可能视力非常的差 而且他的眼睛一扎 你就看了会吓一跳 因为他的眼球上面有一层膜 白白的膜 然后他背后全部都是黑色的 全部黑色的 我讲的黑色是这一种黑色 就是真正的黑色 好像全部都是质一样 这让人看得很不忍心的 一个这边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子 她的脚有一个很大的质 非常大的质 我说这是什么 她说是个质 我说团队还会质这么大的 我讲的大不是这样的一颗大 是她脚在这里整片都是 而且是这样鼓起来的 她的手因为不能伸直 他们就用了医生就用了那个塑胶片 把他垫起来 然后把他固定住 我们讲固定住都是好听的 就是把他绑起来 当我抱着那个孩子的时候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他的祖母抱着那个孩子 他们的祖父抱着那个孩子的时候 就跟他说 你真是全世界最美丽 最可爱 最讨人喜欢的小孩子 我不知道你看到你有什么感觉 可是当我走的时候 我内心充满对神的感恩和敬畏 我不是说圣证孩子有什么好感恩的 圣证孩子当时没办法感恩 可是我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从一个害怕面对的状况 我去的时候 害怕面对 到我离开的时候 我充满感恩 那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可是那个孩子所带给这个家庭的 是对神的感恩和敬畏 你觉得呢 你觉得如果你有个这样子的孩子 你的感觉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遇到一个天大的难处 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 我们到底怎么面对这些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说要看的这一段的圣经 就是讲这一件事情 就是讲什么事情呢 耶稣要行一个神迹 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地区 在一些人身上 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耶稣那些做了什么事 到底耶稣那些事情 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 请我们看马可福音 第四章第35到41节 好不好 我们来念第35到41节 那我来念一节 请你来念一节 第35节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步到那边去吧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外面上 神的这种 神的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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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醒了 赤则风向海 说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 也听从他了 这是耶稣在两次平静加利利海风浪的其中一次 根据圣经的记载 耶稣有两次在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叫做格尼撒勒湖 他是一个内陆湖 但是这个内陆湖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因为他翻过一个山 黑门山在过去那边 就是地中海 地中海跟格尼撒勒湖 那个水平面差六百八十二英尺 因为这个缘故 风从那边过来 再下到黑门山 下来是非常的强劲 所以格尼撒勒湖 或者加利利海 有风浪 并不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他们常会碰到风浪 所以耶稣有两次在加利利海 平静风浪的一个记录 一次是这一次 那一天门徒听完 耶稣解释天国的比喻以后 他就要到格拉森人那边地方去 那一次耶稣在船上睡着了 而且显然睡得很熟 因为船都快要翻过去了 里面满个水 耶稣整着枕头在什么 睡觉竟然没有醒来 这是一次 那另外一次是五饼二鱼 那次我们就比较熟悉了 是门徒先坐船往博塞大去 那一次也遇见大风浪 以后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 他们以为他是鬼怪 你们记得那一次吗 那次我们在几年前 我在这边也分享过 那一次彼得还很勇敢的说 如果是你 请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他下去走了没有 有没有走几步 大概有走几步 对不对 后来他就怎么样 沉到水里面去了 还好耶稣的速度够快 就一把抓住他 就把他拉到船上去了 那我们今天不是看那一段 我们今天要看这一段的是 耶稣平静风海 让门徒起了敬畏的心 虽然这两次的神迹 我们都看到耶稣的能力 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件事情 有一个很关键的词 就是第四十节 好不好 我们来看第四十节 到底这四十节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耶稣对门徒讲的一句话 第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在这个记载当中 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 你还没有信心吗 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请问耶稣对他们的表现满意不满意 不满意 耶稣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呢 你们怎么会害怕呢 你们怎么会胆怯呢 你们难道还没有信心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请问你 如果你在船上 船都快要翻过去了 然后船浸满了水 然后你把水咬出去 一直做这个动作 可是船还是浸水量比出水量还多 听得懂吗 船都快要翻过去了 然后你把耶稣叫醒 你说耶稣说为什么胆怯 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我觉得你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耶稣会不会对门徒要求太多 会不会 会啊 会不会 会啊 你们敢说耶稣要求太过分了 请问耶稣对门徒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呢 因为第一 按照我们讲一说 对耶稣有较多认识的人 应该对耶稣有更大的信心 请你写下来 耶稣说为什么胆怯呢 你们难道没有信心吗 可见耶稣对他们信心的要求 或者对他们信心的期待 比门徒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 还要什么 还要高 耶稣期待他们有更大的信心 耶稣期待他们表现得更好 可是事实上让我们看见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没有这么好 耶稣满意不满意 不满意 弟兄姐妹 我问你 为什么耶稣对他们不满意呢 他们没有信心 我当然知道嘛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信心 耶稣为什么对他们不满意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胆怯 他们 耶稣为什么对 难道觉得 耶稣觉得他们应该有更好的表现吗 对不对 耶稣根据什么 觉得他们应该有更好的表现 为什么 快点 你们因为太晚了 我现在走下去 走到你旁边去 虽然这摄影机不一定照得到我了 我请问你们 为什么 耶稣觉得他们应该有更好的信心 更大的信心 表现应该更好 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期待 为什么 因为他们 他们是他们什么 门徒 门徒什么意思 跟随他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请问你 他们有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 有 有 你知道耶稣曾经行过许多的神迹 这些门徒都看过的 按着时间的顺序 那马可福音不是照着时间的顺序编排的 可是路加福音是照着时间的顺序编排的 所以如果你们把马可 路加 约翰 马太 编在一起 完全按时间顺序编排 到了这一个时候 已经是耶稣出来正式传道的第二年 门徒跟随耶稣已经有好几个月 可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 他们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他们看过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 门徒曾经看过耶稣行过许多的神迹 你说看过多少呢 那我稍微整理了一下 他们看过什么呢 他们在这个事件以前 他们亲眼看过耶稣行哪些神迹呢 他们看过耶稣医治了右手枯干的人 他们曾经看过医彼得的岳母所害的热病 耶稣一摸他 他就起来了 热病马上就好了 耶稣曾经在门徒面前医好百夫掌的仆人 第四 耶稣曾经隔三打牛 听不懂隔三打牛吗 就是有一次 有一个大臣 他的儿子病得很重 几乎要死了 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来说 说我的儿子快要死了 请你赶快去救我的儿子 耶稣跟他说什么 说你的儿子好了 那个人怎么会呢 他说你跟我下去了 耶稣说你的儿子好了 这个人信耶稣所说的话 他就回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 他的仆人呢 从家里来 他们在路上相遇 然后那个大臣就问他的仆人说 说怎么样 他说你的儿子好了 他说什么时候好的 他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 这个昨日未时就是什么时候 耶稣当时说你的儿子好日的时候 时间一样 这个叫做隔三打牛吗 听得懂吗 就是我在这里讲 那么同时发生了 所以耶稣没有摸到那个人 耶稣没有看到那个人 你知道那个时候门徒在旁边 都听到这个事情了 所以他们曾经看过 耶稣当场医好大臣的儿子 而且耶稣曾经医了一个瘸子 瘸子就是不会走路的人 如果你亲眼见过一个瘸腿的得医治 你觉得这个神迹大不大 清楚不清楚 我高三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 我已经信耶稣了 那我有个国文老师 是没有信主的 有天他把我找去 我还记得很清楚 他把我叫到书桌旁边 就老师前面的书桌 教室老师前面有个书桌 他坐在那边 他这里见 他说听说你是基督徒 我说我是 他说你见过神迹吗 我因为定义不清楚 那我就跟他说 我以为神迹一定要起事 当时 我就说我没有见过 他说你有见过非常明显的神迹吗 我说我没有见过 他说我见过 他说他见过 他说七十岁左右 他还没有信耶稣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看过神迹 他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所以大概是四十多年前 他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先看神迹看过神迹 他在厦门读大学的 他说宋上杰博士 到厦门去传福音 在他们学校里面传福音 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有一个学生 坐在那边 两只脚都枯干了 两只脚都枯干了 是我们圣经的用语 其实就是什么 小儿麻痹嘛 你们知道小儿麻痹吗 现在比较少看到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 看过很多小儿麻痹 我同学里面就有小儿麻痹的 好几个 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疫苗 比较少 其实很早看到小儿麻痹的 然后我们的老师说 他出去的时候 宋上杰博士 看到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 他就跟那个人说 你要起来行走吗 要不要 他说要 宋上杰博士 就把手给他 他就扶着宋上杰的手 他就说 我奉拿撒瑞人 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就把他拉起来 一拉啪的一声 两个裤管都破了 你听得懂吗 为什么 为什么 肉长出来了 你看 我的裤子这么宽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大腿粗嘛 如果我大腿细 我需要做这么宽的裤子吗 不需要 因为他是两只脚 是小儿麻痹的 所以裤管就很细 这样省钱 可是后来 肉长出来了 就把裤子怎么样 整个撑破了 我都老是告诉他说 那裤子整个都破掉 为什么 因为裤管 那个肉都长出来了 那个肉长在腿上面 整个的裤管都破了 他告诉我说 他说 我亲眼看见 宋上杰博士 所行的神迹 我本来想问他一句 那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啊 那可是他没有信啊 所以我告诉你 神迹不一定叫人信的 他没有信主 他没有信主 可是你看 四十多年过去了 他还什么 记得 所以你说耶稣要不要生气 你听得懂吗 你都看过这么多神迹 这还没什么了不起 你知道 他们看过耶稣赶鬼 他们看过耶稣基督 把水变成什么 水变成酒 对我啊 不是学自然科学的 我觉得水变酒 没有太大困难嘛 就好像把橘子粉 倒到水里面去 搅拌搅拌 不变成橘子水了吗 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水变成酒 不是这个意思 李经验长他告诉我 他是学化学的 他说你知道水变成酒 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什么改变了 分子是改变了 这个分子改变了 是分子改变了 他不是加个东西搅拌搅拌的问题 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酸梅汤 他不是柳丁汁 他是完全的改变 他是水变成酒 你看门徒看到这些事情 他们是亲眼看见的 他们是亲眼看见的 他们还见过什么的 他们还见过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耶稣有一次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寡妇 纵葬的队伍 出来的寡妇在哭 后来耶稣一问 原来是这个寡妇的什么 儿子死了 那寡妇死了 儿子就怎么样 就没指望了 后来耶稣动了慈心 就把这个孩子 让他从死里复活 叫做拿婴寡妇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 这是门徒见过的 我请问你 门徒见过这种神迹 看过那么多神迹 亲眼看见 可能有些人 门徒还去摸一摸 可是对他们而言 虽然耶稣行神迹不奇怪 可是他们碰到 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请问他们有没有信心 那你觉得耶稣该不该骂他们 你听得懂吗 耶稣说你们看过这么多的神迹 你怎么会这样呢 第二 请问门徒有没有比其他的人 都听耶稣讲得到 有没有 有 有 我们来看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 请 当那天晚上 好 就在这边 当什么 那天晚上 如果圣经说当那天晚上 那么请问是哪一天晚上呢 听不懂我的问题吗 他说当那天晚上 是哪一天晚上 就前面所记载的那件事情 请问前面记载哪一件事情 借财总呢 请问借财总是讲什么的比喻 天国的比喻 耶稣在地上有几次大的言论 有一次他讲了天国的比喻 因为天国太难了 我们搞不清楚天国是什么 所以只好用比喻来说 讲天国的比喻 天国只能用比喻讲 就好像教会只能用比喻讲一样 你知道我们是没办法讲清楚教会的 教会是一个地上的组织 可是它是天上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搞不清楚教会是什么 有的人有个教会是财团法人 教会不是财团法人 甚至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你想想看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会不会很奇怪 你听得懂吗 什么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我们是什么 你是肝我是肠他是肺 是这样子吗 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说教会是神的家 我们说教会是家 所以有家的样子 又说教会是学校 又说教会是军队 我请问你身体教会 身体家庭军队学校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家里面是讲什么 爱的地方 那学校里面呢 讲纪律的地方嘛 对不对 那军队呢 是爱的教育 铁的纪律 那军队里面还要什么 最重要是干什么的 打仗用的 所以你看 没办法解释教会 我们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教会 教会是各种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搞不清楚教会 可是 我请问你 在这边 耶稣特别为他们仔细讲解天国的道理 是特别为他们的 耶稣不是对所有人都讲这个道理 耶稣还开了一个小班 叫做家教班 因为他们是他的什么 门徒 所以耶稣特别教他们 你们怎么一不看起来不太相信我讲的话 我每次讲到都觉得你们有用怀疑的眼光看我 不过我告诉你 怀疑的眼光是对的 你不要完全相信讲员所讲的 还有些讲对 有些不一定对的 叫他翻出圣经来就可以了 对吗 那请我们看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 第四章第十节 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十节十一节 预备 请 无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 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只教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你看第四章的一到八 一到九节 是讲到杀种的比喻 可是到了十节十一节 没有人在了 跟随耶稣的人跟十二个门徒 就问耶稣说 你讲的我们听不懂 真的太难了 耶稣说 没有关系 我跟你们讲解 十三节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那怎么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就开始讲比喻 所以耶稣在公众的场合 讲得到 在私下的场合 就对门徒怎么样 特别的解释 然后四章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四章三十三节 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讲 没有人的时候 就把一切的道 讲给门徒听 最后一句说 没有人的时候 就把一切的道 讲给门徒听 请问耶稣 有没有对门徒 比较特别一点点 我告诉你 就在三十四节以后 三十五节 第一句话是什么 当那天晚上 也就是耶稣 特别跟他们讲 全部给他们教一遍 便说懂了没有 课后补习 对吗 补习补完了 当晚上 他们上了船 结果就发生了 这一件事情 你觉得耶稣 对他们这样 你觉得合理不合理 合理不合理 合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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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会不会 对他们要求太高啊 我问你 如果换了你 你是要死了 你觉得过去的经验 过去的知识 对你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 请问 我们今天所听过 耶稣的道理 跟那一群门徒 所听过耶稣 所讲的道理 请问是我们听过的多 还是他的门徒 听过的多 啊 我们还是他们 我们 当然我们听过的多嘛 他们听过的 也不过一年的时间 你听过几年的 第二 请问我们所见过 所听过 所知道的神迹多 还是门徒在那个时候 所知道 所看过 所听过的神迹多 是我们 还是他们 我们还是他们 当然是我们啊 当然是我们啊 我们知道的神迹 比他们更多 我们了解的神迹 比他们更多 他们还不知道 耶稣会复活 他们只知道 耶稣叫别人复活 他们不知道 耶稣会复活 我们不仅知道 耶稣叫人复活 我们还是知道 耶稣怎么样 自己会复活 我们听过的神迹太多了 我们经历过的神迹太多了 可是亲爱的 我请问你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请问你 胆怯不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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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耶稣 如果门徒都哀骂了 那你我呢 我们比他们更严重 对吗 请问当我们 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胆怯呢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神迹 都是耶稣行在别人身上的 我们听过的道理 都是听一听而已 当我们自己 真正遇到困境的时候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 耶稣对他们的表现 不是太满意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没有信心吗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你们听了那么多 你们看了那么多 你们还会胆怯吗 只是因为风浪太大 几乎丧命就胆怯吗 你们看过耶 耶稣说 你们看过我叫 拿因寡妇的儿从死里复活 请问 如果门徒因为这样淹死了 耶稣有没有办法 让门徒死里复活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 门徒相不相信 耶稣能叫他们死里复活 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 我们猜猜看嘛 相不相信 相信那他们有什么害怕 他们有什么害怕 弟兄姐妹 关键在于 关键在于 我们所看见的风暴 都是在别人身上发生的 我们所看见的风暴 不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 我们对耶稣的认识 都是耶稣做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真正发现 我们产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新的看法 那就是第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七 三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三十七三十八 预备 请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整个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说 夫子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从这段记载 我们发现第二点 自己实际经历风暴的人 才会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 请你写下来 门徒的确听过耶稣 讲精辟的道理 门徒的确看过耶稣 有大能的作为 可是当他们自己 实际遇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 他们还是很惊慌 他们还是会胆怯 还是对耶稣没有信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其实不是对他们 对耶稣没有信心 是他们对自己的认识不够 我再讲一遍 他们不是对耶稣没有信心 他们其实是对自己的认识不够 今天我们的问题在于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很刚强 我们搞错了 我们搞错了 其实我们是很软弱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自己经历风暴的人 才会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 我们其实真的相信耶稣会救我们的 你不觉得耶稣应该会救我们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胆怯呢 你不是相信耶稣基督那天开始就已经胜过罪了吗 神就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 可是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真正遇到风浪 才能让我们认识自己的不足 和需要耶稣拯救的迫切 人自己不经历风暴 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脆弱 人不是自己经历风暴 从来都不相信说自己原来这么差劲 你们觉得你们自己信主之后 有没有经过很软弱的情形 有还没有啊 没有啊 你好好祷告 千万不要碰到 我告诉你你还没开始呢 你没有真正经历过大的打击 你真的不知道耶稣有多大的能力 你没有真正经历过 你不能控制的那个风暴 你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软弱 可以软弱到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我不相信门徒他们在那边咬水咬出去的时候 他们说 耶稣啊没有关系 我死了都没有关系 你会叫我从死里复活 不会 他们真正有困难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说为什么会这样 2008年时代是基督徒很好的试经时 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而且这一段的圣经37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37节的第一个词是什么词啊 忽然 你知道风暴如果我们在预期的里面 我们就不会太害怕 对不对 如果你知道这一次这样来你大概会被lay off 会被解职 我问你 真正后来解职的时候 你会压力很大吗 也会 可是如果你以为你是绝对不会碰到困难的 你碰到困难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家有个弟兄来找我 他是赚很多钱的人 他2009年他来告诉我 他说2008年我是全公司这个部门替公司赚最多钱的人 他们十几个那个同事 他是他们公司这个部门替公司赚最多钱的人 2008年一年赚最多的 可是lay off的头一名是他 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叫做什么 我讲了半天你们不知道 这叫做什么 忽然嘛 这叫做忽然嘛 他没有想到 怎么会这样呢 我请问你公司裁员 从生产力最高还最低的裁骑啊 最低的 那为什么裁到他呢 所以你知道他完全不相信这个事情的 他心想说再怎么裁 我是最后一个 结果第一个裁到他 这叫做忽然啊 他吓到了 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中国人早就说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系或福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能够预期就好了 我们就是没有预期 那天他们坐船的时候 他们更不害怕的 因为谁在船上啊 怕什么 耶稣在船上你怕什么 怕什么 你是基督徒你怕什么 你不用担心 耶稣是你的主 耶稣是你生命的主 我们不都这样讲的吗 我们不说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吗 可是我问你 真正问你来的时候你怕不怕 你说哇太好了 感谢主 谢谢你打击我 你这样子啊 逃都来不及啊 求主不要让我遇到这个试探 不是吗 救我们脱离胸了 我们不是这样祷告的吗 我上次在国外 有一个弟兄打电话 他们兄弟都跟我很熟 好朋友 他就跟我 弟弟跟我说 说李长老我来看你好不好 我说我在上课 他说没关系 你几点下课 我跟你约了来见面 后来我就说你几点过 他就过来了 他过来说一点的紧张 他们是那种 他们是那种见过大风浪的人 那种是根本什么 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来找我说一点的紧张 他就说我们到那走走 我说好 他就带我到一个地方 完全很安静的一个咖啡店里面 他就说我们坐下来聊聊好不好 我想说这么紧张干什么 坐下来 他还带他的妹妹来 他的妹妹我只见过一次 我想说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为什么找他妹妹来见我呢 坐下来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哥哥在什么地方 他说我少少因为胆结石就去开刀 就医生把胆结石一打开来 一打开来一看 不得了不是胆结石而已 他是胆囊癌 而且是最后一期 他说那个胆囊癌已经扩散 扩散 好像沙子撒在他的腹腔一样 他们说把可以拿的器官通通拿掉了 可是捡不完的那一个像沙子一样的东西 没有办法就把他缝起来 然后就跟他的先生说 对不起 你太太得了胆囊癌 而且最高不会超过五个月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就打电话 给我 我为了这个缘故 我就打电话回来我们教会 问我们教会的医生 我就赶快帮我们查一查 到底有没有救 他就跟我说 我说没有救 没有想到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经济会产生这种变化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的婚姻会遇到障碍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虽然我们有一点点的预期 可是我们觉得不太可能吧 有一次有个姐妹跟我说 说我们在谈夫妻的问题 她就跟我说 她说我先生是最好的先生 她跟我说 她说我先生是绝对不会有外遇的 她说天下的男人都外遇完了 我先生是最后一个外遇的 你说他这种想法勇敢不勇敢 他对他先生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把握 真有把握 可是我听了就七上八下 你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 可以对自己的婚姻 有这么大的把握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可能对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把握 你怎么敢把握你的先生 或你的太太 很奇怪一件事情 有外遇配偶总是最后一个知道 后来不到一年 他先生就有了外遇 忽然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而言 没有自己进到那个风暴里面 我们从来不知道 有这么大的压力在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是旁观者 我们心中会难过 但当我们成为当事人的时候 我们没有不惊慌的 没有不惊慌的 不论我们过去对耶稣有多大的认识 我们都要问为什么 怎么会是我 怎么可能是我呢 弟兄姐妹 怎么可能是你呢 你说对吗 我认识一个企业家 他是很大的企业 他的妹妹跟他一起合伙 两个一起支撑整个大的企业 我讲的大的企业 真的是很大 不知道多少建设公司 他自己名下的 而且他是非常爱主的 他有一个建设公司 赚的十分之一要奉献 另外一个建设公司 赚的十分之二要奉献 另外一个建设公司 赚的十分之五全部奉献 他的赚的数字都不是几百万呢 都是几千万上亿 他在奉献就是这样奉献 他就这样奉献 谁要跟他合伙 他都可以 你不管你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他照我的标准 这个公司奉献十分之一 这个公司奉献十分之二 这个公司奉献十分之五 你要跟我合作 你自己选公司 非基督徒他也跟他这样讲 都要奉献给基督教会 那你要不要参加 一堆人抢着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这个 很有见证的商人 然后他就慢慢的 因为时间就愿意花在教会 他就花很多时间在教会 他把大部分的事情 交给他的妹妹 和他的妹夫 后来他的妹夫会讲到 很多的服饰 很多的服饰 很有见证 很有见证 他的先生 就是他的妹妹的先生 他的妹夫 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讲道 就把这公司交给他的太太 就是那个企业家的妹妹 交给他 非常爱主 三个人都非常爱主 很少看到这么近钱的 真是爱主 不只是工作上爱主 生活上爱主 家庭里面爱主 教会里面爱主 各方面都爱主 你真的不知道 怎么有这么好的人 真的 甚至有人跟他说 说如果耶稣像你 我就相信他 你听得懂吗 还讲成这种话 你就知道还有多么有见证 而且是个非常humble的人 谦卑的人 最近就收了他们的电话 就是这个 这两个弟兄 已经都把大部分的时间 花在服饰上面 说他这个太太 他这个妹妹 就得了乳癌 而且一查 可能已经扩散了 要做化疗 你觉得公平吗 你听得懂吗 你觉得公平吗 我就打电话跟他联络 我就跟他说 下次我来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为你祷告 因为我知道他们美好的见证 你知道那个风浪有多大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自己遇到风浪 才会认识自己 才会认识自己 多么的没有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问题是第38节 我们来看 让我们更痛苦的是38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耶稣在船尾上 整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说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请问就在这个千军一法 这么危急的时候 耶稣在什么 而且睡得很 睡得很熟 船摇到这个地步 耶稣竟然还整的枕头在睡觉 我们知道耶稣很少整枕头睡觉的吗 是不是 他说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 枕头的地方 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怎么会抱着枕头睡觉呢 你听得懂吗 所以他们摇不醒耶稣 整个船摇成这样的摇不醒耶稣 我们最大的困难是 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我们觉得耶稣在干什么 我们叫他们没有听到 你有没有曾经在受苦当中 你觉得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 有没有 有啊 那你只有在这个时候 你才知道你是多么的软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过 当你在失眠的时候 有一个很深的想法在你里面 就是为什么天不会亮 对不对 看起来你们都命很好的样子耶 要好好为你们祷告耶 你不知道那个困难有多难耶 有一个姐妹刚才听完 我在清晰堂讲道 她告诉我 她说李长老 她说我都不是说天为什么没有亮 她说我害怕到白天快要过去的时候 她说我就心里说 黑夜快要来了 你听个懂吗 黑夜快要来了 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 难怪你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讲什么 如果你从来没有碰到天大的困难 是你不能解决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遇到困难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胆怯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虽然我们道理听的有够多 虽然我们见证看的有够多 是真正碰到的时候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但感谢主 主耶稣从来不会不顾我们 我们来读三十九节和四十一节 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 三十九和四十一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住了吧 近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四十一节 他们就大大的什么 惧怕 惧怕这个字fear 惧怕这个字就是敬畏 他们就大大的敬畏 在英文惧怕跟敬畏 是同一个字 在这个字上面 在原文的希腊文 也是这样 惧怕跟敬畏 是同一个字 他们那一天 当耶稣被叫醒以后 这是个最关键的事情 当他们向耶稣发出 最后的呼求 说 夫子我们丧命了 你不顾吗 结果耶稣就醒来了 那这个关键的事情 就发生了 耶稣醒了 赤则风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道那天 到底发生了多少时间 到底那天风浪这么大 是几分钟的 还是几十分钟的 甚至他们已经 跟海搏斗了几个小时 可是无论如何 在受苦当中 我们的感觉 只有四个字 叫做什么 叫做度日如年 一分钟都没有办法度过 那如果你真的在受苦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碰到经济的困难的时候 如果你碰到家庭的困难的时候 我就想到那个孩子 他的母亲抱着他的时候 你知道 那个不是几秒钟的事情 你知道那个孩子还要长大 几十年的事情 那个孩子能不能长大都是个问题 想到都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你曾经有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制 如果你曾经有忧郁症 或者恐惧症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是度日如年的 你不知道怎么过日子 当你有害怕在心里面 你是不知道怎么过日子的 不知道那天他们只是过了多少时间 但是终于耶稣醒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醒了 门徒就得救了 这件事情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耶稣会出手 因为他出手的时间 我们从来搞不清楚 有的时候是很快 有的时候是很慢 有的时候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耶稣有平静风和海的能力 在这一段让我们看到 耶稣平静加利利的风和海 弟兄姐妹我请问你 平静风和海要多大的能力 你不知道多大的能力 请问造风和海 造成风和海起波浪 跟平静风和海起 平静风和海 哪一个力量比较大 当然是平静啊 当然是平静啊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回去弄一大盆水 你把它拿来摇一摇 你摇一摇之后 你就把它弄平 你觉得哪一个力量比较大 你听得懂吗 整个加利利湖在那里 波动的时候 耶稣说住了吧 寄了吧 圣灵上怎么说 说那一天或那一个时刻 结果风就止住 下面说什么 大大的平静了 就是一眨眼之间 全部都停了 弟兄姐妹 请问真实的海啸 我们看过那个威力对吗 请问真实的海啸 耶稣有没有平静的能力 有没有 有没有 太平洋上真实的海啸 印度洋上真实的海啸 耶稣有没有平静的能力 请问这一次金融的风暴 金融的海啸 耶稣有能力平静吗 请问 我们的心 因我们的钱财 被金融海啸 严重冲击 甚至我们已经要失去 我们所有的财产了 耶稣有办法平静 你我的内心吗 如果你告诉我有 你一定损失不严重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耶稣真正安慰我们的时候 我们那个安慰是说不出来的安慰 就平静了 我前不久有一些事情 我就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翻腾 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是在压力太大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呢 而且时间一段一段的过去 问题得不到解决 我心里面就是很奇特 我信主这么多年 三四十年 我服侍主二十年以上 可是我的心里面翻腾 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所读 我所遇见过的神迹 我所看过的 不知道有多少 可是我自己碰到了 我告诉各位 胆怯到不行 怎么这么没有用啊 有一天 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 在别人看来 这件事情根本就 就没有什么事嘛 只不过有人跟我讲了一句话 就讲了一句话 那我电话挂了以后 我突然找不到波浪 我突然找不到起伏的原因 我的害怕 我的焦虑 我的紧张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全部不见了 我找不到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这些门徒就大大的敬畏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呀 连风和海 也听从他了 求主帮助我们 第三点这里告诉我们说 耶稣 适时解决我们的困境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耶稣适时解决我们的困境 让我们对神 生发敬畏的心 请你写下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门徒被耶稣说了一句 你们为什么胆怯 你们没有信心吗 但是耶稣被门徒叫醒了以后 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 当我们自己无法面对前面的困境 虽然我们曾经经过耶稣行过 很多的神迹 虽然我们不知道听过多少次 耶稣真理的道 但是我们有一句最要紧的话 就是来到他的面前 跟他说 耶稣我们上命怎么样 你不顾吗 耶稣一定会伸手救我们的 或是现在 或是再等一些时候 他一定会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从胆怯到敬畏 从风闻到眼见 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存等候的心 预备敬畏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敬爱的主耶稣 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当我们存着一个等候的心 当我们遇见这么大的风浪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当我们遇见经济上的难处 当我们遇见我们内心不平的风浪 当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问题 我们没办法得到解决的时候 求求主 求求主恩待我们 求求主怜悯我们 求求主带我们度过那个困境 我们真是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 发现我们自己的不够 求你让我们可以经历到 你特别的恩典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 这样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